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8号举行 民调显示 持续飙涨的物价 可能导致民主党 失去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 参议院目前民主共和两党 势均立敌的形势 也可能被共和党攻破 美国总统拜登尝试将选举焦点 转移到堕胎权议题 他承诺 如果民主党能够保住 在国会的多数议席 他将推动《妇女堕胎保障法》 他将推动自民主党和共和党 约2号移民主党的制裁 建议权 也很重要 举行 Christian 金字与民主党会 公司 民主党会 今年水平 民参议 民主党会 民主党会 会是销链罗·韦维特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 对罗素韦德案做出裁决 保障妇女堕胎权利 但是今年6月 这项近50年的裁决案 被最高法院推翻 堕胎和法性的问题 交还各州决定 拜登警告 如果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赢得多数议席 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过纽约时报的民调显示 44%的选民认为经济和通膨问题更为重要 只有5%的选民关注堕胎权 感谢观看